首先呢 我就用一张作品 叫《纯真之眼》的测试 那么这跟符号学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眼是在画面当中 会看到各种视觉元素 不需要任何艺术史背景 你会看到画面当中画了牛 还有三个老男人 站在左边 有一人还拿着蹲布 靠墙放了一幅绘画 右上角呢 还有一幅更小的绘画 还有人穿白大褂 因为是测试嘛 得像个实验室人员 所以你看这里头都是符号 你看见一头牛 牛也是符号 你看见一幅画 如果你有艺术史背景呢 墙上挂的画你都能认出来 这是17世纪的一个绘画 画的就是牛和牧羊人在一起 右边这个画呢 如果懂艺术史你也能看出来 那不就是莫奈的草舵吗 所以在这个里头你会发现 符号无处不在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幅作品呢 纯真之眼的测试 就是别做梦了 没有纯真之眼 在这个当中是测试谁的纯真之眼 人是没法有纯真之眼了 得拿头牛过来才有纯真之眼 就是所谓没有被符号净染过的 所以我们讲 甭管你是不是当代艺术家 哪怕你是个传统艺术家 哪怕你是个书法家 你都逃不开符号 所以符号之网 把我们所有人 不管在哪个文化里 都框在里头 符号之网之外的东西 是没有的 只是说你对这个符号 有没有意识而已 没有意识也不代表 你的创作也好 你的观看也好 还是你的思维活动也好 可以跳出符号之外 你日常生活 开个车 看到信号灯都是符号 你跟家里人交流 也全都是符号 我再接另外一幅画 这是1560年 伯鲁盖尔的 伊卡洛斯坠落的风景 伊卡洛斯本身 它就调用的是 神话当中的符号 首先不要认为 符号是个负面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现实 存在在我们人 作为文化的社会性的动物 这是奥登1934年 在比利时的美术馆当中 看到伯鲁盖尔这个画 然后写的这首诗 我没有放英文的原文 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 这是扎梁针翻译的美术馆 这个画和奥登的诗 在今天特别有用 关于苦难 这些老大诗是特别清楚的 所谓的苦难 你会发现 他们都会背过身去 这个画当中 伊卡洛斯坠落 渔夫隔他最近的 还在钓鱼 船转头而去 农夫还在跟他的田 没有人会去在乎 伊卡洛斯的坠落 所以你在奥登的诗当中 一切都是那么安详的 从那桩灾难转过来 如果不了解 伊卡洛斯的符号 那么你在这个当中 看到了什么 看到两条腿而已 那个符号本身 说白了就是意义 没有get到那个符号的时候 意义就从你面前划过去了 意义是在历史的线索 和共识的层面 它都会喷扭而来 所以我们不要把符号 认为是单一的意义 像《河马史诗》里头 奥德修斯的妻子佩列罗佩 他为了拒绝求婚者 故意给自己设置一个任务 得给我公公编制 送葬的时候 他要穿的衣服 我就白天编晚上拆 白天编晚上拆 就这么一个 所谓佩列罗佩的轨迹 然后你看本亚明 在写普鲁斯特的时候 他就说 普鲁斯特像佩列罗佩一样 他的经线就是记忆 尾线就是遗忘 你会看到文学 电影 摄影 绘画 不管哪个媒介的 他们都在相互的编织 那个意义 调用符号 也成为符号 这是北亚明 在历史哲学论纲里头 把保罗克利 新天使这幅画 作为符号 作为整个人类文明当中 进步的意象 天使是备朝着未来的 所谓的文明进步 不过是天使面前的废墟 换一个人来看 保罗克利这个新天使 看得见这个意象吗 原本他就是绘画 他不是符号 但是因为他跟 本亚明的 思想的编织 保罗克利的这幅画 就成为了符号 成为了我们所谓的 进步的一个意象的符号 当然这是个 否定性的符号 而且不仅仅我们 在视觉艺术里头 谈符号 它跟哲学 跟其他的 全都勾连在一起 然后大家看这一个 我这个是在一个 非常简单粗暴的 二元对立的框架下面来谈 符号学就是 把形象作为 意义的形象 这个形象是广义上面的 视觉的形象 还是文学的 这个意象 还是思想的形象 在我这里就通称为形象 可能之后我会讲到 所谓的结构主义的符号学 就是发现意义的规则 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 它主张这个意义 是一个多元意义的生产 在这个时候我们讲 符号学去看的时候 它看的都是什么 都是那个意义 或者我再换一句话来说 符号学看的那个意义 占有着事物 当你看文字的时候 你看见的不仅仅是文字 那个意义占有着文字 你看一幅画的时候 那个意义占有着 画面当中的形象 意义是非常暴力的 符号学的视角 就是读在场的意义 但是它占有着 在场的形象 这个形象可能是文字 可能是音 可能是别的 都有可能 它就是一种占有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 你就能够理解 符号就是一个意义的占有 这个意义占有了 这个事物之后 这个事物本身的物质性 就开始消退 开始往后撤 因为意义占有了你 比如说据简单例子 我不懂意大利语 你在屏幕上给我打一串 意大利语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它没有意义 所以我看见的就是字符 那个字符就在场 但是意义没办法 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义 如果你打一串中文在上面 没问题 这个中文的字的形式不重要 什么字体 什么颜色都不重要 那个意义会迅速的占有这个文字 所以符号学就是关于意义 而反符号学呢 它就不想被你占有 形象就是形象自身 这个之间是有张力的 因为你一旦被占有的时候 形象就成为一个躯壳 它存在的全部目的就是要被意义填充 比如说我今天讲符号学 大家是为了听我说的内容 所以说白了我用什么字体 我放多大 然后花里胡哨的 都没用 它就是个壳 不重要 所以反符号学的基本的历程 它就是形象就要作为形象自身 不想被你占有 所以它不要你能解释出来它意义 它不要叙事反对编码 它想要进入到那种前编码的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粗暴的框架 但是我想说想要反符号 先得知道符号学怎么运作的 不知道怎么运作的呢 光有一个满腔热情 想要不被它占有 最后没办法 这符号学像霸道总裁一样 就得给你收入囊中 当代艺术的创作里头呢 一方面我们为什么要了解符号学呢 就是你要去媚 符号学的结构 其实就是现实社会的问题的结构 你需要符号学的视角 知道符号的机制是怎么运作的 你就可以了解它对应的 现实社会的问题的结构 你知道如何去拆解它 这个是我们讲的去媚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反媚 就是你想反符号 那么我要如何把我所创造作品 成为一个感知物 不能被意义去霸占 或者不能完全被霸占 还有一点剩余的物 那个剩余物就是 仍然还是媚惑的神秘的 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反媚 当代艺术当中 绝大部分在做去媚的工作 想要做反媚是非常困难的 说白了符号把所有东西都蚕食殆尽之后 你说你能创造一个感知物 它不被符号解剖 能够逃出那个意义之网 这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去媚是个思辨的工作 而反媚不是 那么我们会涉及到的 跟符号学有关联的呢 这边我只是简单罗列 从索旭尔到皮尔斯 因为这个是完全两派 我之后会讲到 包括罗兰巴特的早期 是结构主义的符号学 后期是后结构主义的 包括克里斯蒂娃等等等等 还有学术上面的视角 右边呢是分类的 你会看到社会符号学 它关注的是意识形态 视觉符号学关注的是 更广泛意义上面的视觉符号 图像符号学关注的是 图像的表征 也有艺术符号学 还有电影符号学等等 刚才是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分类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时间线的 所以大家看到的就是不同的 皮尔斯和索旭尔 都是在二十世纪初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右下角这一部分 罗沙林克劳斯 米克巴尔 米切尔 因为都是艺术批评 艺术理论方面的学者 那么索旭尔呢 肯定是绕不过的 其实就是能指和索指的概念 这个是非常基础的概念 大家是知道的 其实声音 形象 文字 这都是能指 索指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概念 那个意义 所以当代艺术里头 特别讲漂浮的能指 漂浮能指是什么概念 其实就是斩断能指和索指之间的 那个连接 原本他们是锚接在一起的 我把这个斩断成为一个 漂浮的能指 其实就是没有意义霸占我 我就脱开那个锁链了 所以在当代艺术里头 谈这个所谓漂浮的能指 就是这个概念 其实它就要切断能指和索指的关系 在前语言阶段 就是所谓语言出现之前 声音和概念都是混沌的 就好比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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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比如说这么一串 它其实是一团声音 也没有所谓明确清晰的概念 概念也是一团像絮状物一样 所以声音和概念或者文字和概念 形象和概念之间 都没有那个锚接的关系 这个是前语言阶段 也就是我们讲前符号学的阶段 而符号或者说语言 它就是在原本没有定型的浑然之物 形成了他们之间的连接关系 一个观念会固定在一个声音里 一个声音成为观念的符号 所以实际上这个观念就霸占了这个声音 我假设说个国骂的脏话 那么这个脏话的声音就被骂人的概念占有了 它同样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索旭尔讲 能指和所指的这种关系 其实是任意的 任意是什么呢 就是它并不是自然的 就好像我说苹果 苹果的声音和苹果的文字 对应那个树上的苹果 它们之间构成一个符号 这个关系是任意的 但这个任意呢 它经过一个历史的传统力量 然后经过一个共识的集体力量的束缚 它就被牢牢的焊在了一起 它最初的那个连接是任意的 但是一旦经过历史性的和共识性的 集体的使用 它就会被固定下来了 所以符号又是不自由的 我们刚才谈的符号实际上面是语言系统 而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的观点 语言系统和社会系统是同构的 所以我在语言系统上面的操作 就可以对应社会系统的结构 所以它们之间是有一个同构的关系 用福克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思想生活生存方式 日常行为的细节都受到同一个组织结构的支配 所以我们讲当代艺术在这个意义上面 作为一个当代艺术的创作者 你直觉本身也在这个结构系统之内 但是你对这个结构缺乏一个系统性的认知 完全不懂任何的符号学 创作是很被动的 大家可能看过德勒兹和加塔里的著作 他们其实更是跟叶姆斯涅夫的 大家不太熟悉的丹麦的符号学家 各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 我们来看他的这个图 他把符号区分成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 表达平面又区分成表达的形式 表达的实体和表达的质量 符号其实就是表达形式对应的内容形式 内容平面也有内容的形式 内容的实体和内容的质量 他可能会觉得比较复杂 我们讲符号学就是关注形式 所谓的实体质量都是现实层面的 索旭尔也关注的是语言学的层面 而且是共识性的 不关注历史 也不关注现实 那么在符号学层面上面 你可以看到他去物质化了 那抽象成为是数学逻辑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个是个表格 比如说我就取这个后缀S 这是一个表达成分在一个语言当中 这个表达成分对应的内容的成分 可能是所有格 也有可能是复数形式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吃鸡 可能它内容成分对应的是 真的吃饭吃鸡 也有可能是吃鸡的游戏 比如说大家通常会在世界媒体 看到这个RIP 它可能对应的是安息 它也可能是一个语意上面是撕裂 所以你会看到表达形式 和内容形式的关系 一个符号可以对应多个表达成分 和多个内容成分 我们换成一个具体的图示 我来跟你摧钉壳 表达形式我可以用手来跟你摧 我也可以给你画一个符号 发一个表情包 它都是表达形式 你看我摧钉壳出的手势的话 它有一个表达的实体 我用手的话实体就是手 质量就是肌肉 内容形式对应的是 之所以代表摧钉壳 它其实有一个相生相克的关系 对应的实体就是剪刀这个实体 石头这个实体 布这个实体 剪刀的实体对应的质量是金属 那么艺术家 其实是想要在质量上做文章 因为一旦它变成了一个表达形式 它跟内容形式就绑定了 质量就是位在符号学意义上成型的 艺术家更想在质量上面操作 因为形式其实就是挪用 已然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形式代表着那个意义 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泰瑞·西蒙的作品 就是各种所谓的 国际之间的签署协议 签署协议都会有一个范式 有一张材质非常好的桌子 会有一个鲜花 它就把具体的这些人都去掉了 只留下了这盆花和这个桌子 它把那个桌子变成了 它的作品的框架 至于具体的协议呢 它就在框旁边有一个标签 说你们签署的什么各种协议 这些花呢 它就专门跟一个植物学家去合作 从荷兰的全世界最大的鲜花贸易市场 去重构这盆花 荷兰的鲜花的贸易市场 就代表着一个全球化的象征 它就代表着全球化的地缘政治 所以你会看到 它如何在这个当中选择质料 再去转化它